想摆脱身心灵枷锁 就看此书 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流畅 流畅到出乎意外 书中提到的各种经验 很切合目前多数 身为35岁到65岁的成长经验 生活经验 这却是我目前为止 修改过最多版本的书籍推荐文 耗费时间是过往的好几倍 全是因为我得顾虑到每颗受伤的心 又得尽量避免只看推荐文 而不去看书的人会心生误解 第一点 人生的问题 都是关系的问题 关系的问题 都是情绪问题 多年前听过某心理学理论说 每个人都有情绪障碍 乍听不惊想 该不会 我也是有情绪障碍的人吧 人都是透过眼见所闻 来建立对某一个语词的认知 想法 以前的我 如同许多人一样 有时听到问题这两字时 不免隐隐约约想到 这或许代表着一种疾病 既然是疾病 那么就该去处理 同样隐而未显地认为 处理这两字 就代表着一种治疗 近十年来 医疗界试图改用听起来 程度比较轻微的字眼 来淡化负面印象 例如用心理上的困难 来取代心理问题 用情绪障碍 来取代情绪问题 既然大家都有情绪障碍 那要怎么处理情绪障碍呢 第二点 不理解 也就不会看见 看不见的 就难以处理 人类有很多情绪障碍项目 简略但不完全精准的 我暂时将心理问题 依照外在行为的严重程度 分成三大地带 心理健康 心理雅健康 心理疾病 佛经中 不管是金刚怒目 还是菩萨低眉 都是天人 西方宗教中 不管是负责毁灭的 还是散布欢乐与爱的 都是天使 同样的 在同一个心理地带内 会有各种不同的行为样貌 离地球上的绝多数人 会用的想法越远 它就越靠近心理疾病的地带 那我们怎么可能跟地球上绝多数的人 去比对想法啊 我们只能跟曾经接触过的家族 同学 朋友 同事 社会新闻中的人物 网络世界的同温层去比对 换言之 我们个人进行的比对结果 都是不正确的 这就导致很多处于心理亚健康地带 心理疾病地带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已经不是心理健康地带了 医学上称之为 缺乏病逝感 没有认识各种形态的情绪障碍 个人就很难产生病逝感 当然也就不想去寻求 正确地处理情绪障碍的方法 在心理 情绪上 缺乏病逝感的人 总会不自觉地伤己又伤人 你可以透过这本书 快速认识情绪障碍 与了解演变 第三点 网络世界 让我们大量接触 缺乏病逝感的人 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 是让人人都可以发言 所以我们不能阻止他的发言 我们全仰赖自己的知识广度 与思辨能力 去判断 要不要相信他的发言 网络无国界 传播心理亚健康的想法 也没有阻力 网络演算法建立起厚厚的同温层 让我们大量接触 同温层中的说法与观点 但我们无从分辨 这些发言者本人 是否有病逝感 他是落在心理亚健康地带 还是心理疾病地带 第四点 情绪障碍 心理困难会代代相传 会蔓延给接触过的人 包含网友 我们得小心 常听 常见到的缓解情绪 疏解情绪的方法 根本就是错误的处理情绪的方法 但我们没有能力知道 那些都是错误的 毫无精神医学知识 就好像毫无免疫力 情绪障碍 心理困难的情况 在不自觉间 一个传染给一个 一代传染给一代 看书时我不惊想 大家都说 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该不会根源 就是网路扩大了 慢性焦虑的传播速度 你可以先从本书开始 来建立心理上的免疫力 避免不断被传染 避免不断累积各种心理亚健康者 心理疾病者的想法与观点 第五点 把原初焦虑想象成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内在小孩 原初焦虑 是由儿期各儿童期间产生的 有一派心理治疗说法 是必须去安抚自己的内在小孩 我认为这指的是 尿雀化解自己的原初焦虑 出生落地起 大脑就不断产生各种 负面负面感受与情绪 像是饥饿 疼痛 生气 嫉妒 被威胁 被忽视 被拒绝等等 负面感受或情绪冒出头后 我们不想要负面的一切 心理上顿时就产生了 原初焦虑 不过 原初焦虑非常的鬼灵精怪 原初焦虑会变形成A A再变形成B 以此类推下去 我们看到的外在行为 通常是原初焦虑已经是被包装 在卫装 有包装后的结果 原初焦虑就变形为慢性焦虑 虽年龄增长 而持续被层层包装后的慢性焦虑 要切开来看看 原初焦虑 内在小孩 长什么样子 有那么容易吗 你用数十年的时间 去包装原初焦虑 那么你当然不容易 也不可能快速 简单的透过一两次剖析 就能看到原初焦虑的真面目的 想必你也发觉到了 每个人都有慢性焦虑 第六点 原初焦虑渐变到慢性焦虑 这期间与其后 总不停的伤人又伤己 原初焦虑 向水 悄无声息地渗入各种行为中 且随时随境地变化 变形 是历经好几年才能形成 容易被看见的问题行为 这期间 会因以各种变形后的负面情绪 去应对自己 与接触过的任何人 也不断将各种变形后的焦虑 传递给所有接触过的人 是不自觉地散播焦虑出去 内卷 知识焦虑 容貌焦虑 躺平主义 忧郁等等社会集体现象 算是容易被发现的慢性焦虑 那些不容易被发现的慢性焦虑 也是影响巨大的 第七点 看似正面 积极 阳光的外在严信 得小心背后 是慢性焦虑 在驱动的 日本 韩国是严重集体焦虑的国家 那些追求完美 炫富 立志登上上流社会的气氛 就是慢性焦虑 属于用这面 光亮的一面 来包装的慢性焦虑 忘了是哪个日本居家整理师 他曾说过这句话 我立志要整理全世界 他的积极的人生愿景 就是有一层层包装 与变形后的慢性焦虑 来启动 他的立志 刚好把他的慢性焦虑 传递给全世界 慢性焦虑就这样藏身其中 一个国家传递给另一个国家 类似的现象 在实体生活中 在网络上满目都是 塑造出一个集体焦虑的文化 社会 国家 世界 第八点 自我满足 FOMO 是常见的慢性焦虑 近几年的日剧中 偶尔会有一种说法 让我觉得很有趣 例如A会对B说 你想要帮助他 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已 为了想要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焦虑自己是个不够好的人 所以很热情积极地去帮助另一个人 也就是怕自己不够好 所以要努力做好事 来证明自己是好人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的思路 就表示正面积极的行为 其实是被包装后的焦虑 我应该要这样做 才能 我非得这样做 不然 我这样做 表示我是个 很多时候 正面积极的行为 只是一种自我满足 那么 什么才是非慢性焦虑类的正面积极呢 这个答案 我还没想清楚 先按下不表 第九点 高敏感人格 也是慢性焦虑 每一个不作为的句子 都是焦虑时会说的句子 把第七点的三个例子 转180度 改成 我绝对不这样做 才可以 我不能这样做 不然 我不会这样做 表示我 高敏感人格 思虑很多 顾虑很多 每一个 为首为角之处 就是焦虑之处 第十点 原初焦虑 先变成强迫思考 再变成强迫症 书中指出 各种成瘾症 恐慌症 忧郁症 除物症 身体变形症等 也属于慢性焦虑 强迫症 是最严重的慢性焦虑 强迫思考 与强迫症有何不同 因为本推荐文 已经超级长了 不适合再写下去了 大家还是去亲自看书 了解好了 第十一点 很多慢性焦虑的人 不知道自己是焦虑的 作者在书中 仅列出了几种 慢性焦虑的病症 但你看懂慢性焦虑 的演变过程后 你自己就能发现 除了我在前面说的 FOMO 自我满足 高敏感人格外 生活中 非常容易见到 以下各种程度的 慢性焦虑 像是 过度努力 受害者情节 冷暴力 情绪勒索 知识焦虑 搜集证照 证书 奖章 到处加入社团 拼命想赚大钱 拼命想登上高位 一空闲就滑手机 没事就玩 线上游戏 整天挂耳机听音乐 拍照必修图 没化妆 不敢出门 解脾 暴影暴时 惯性说谎等等 足凡不及备在 想了解更多 慢性焦虑的样貌 发源 连锁反应 处理方法 可以先看我们的 说书影片 慢性焦虑 说书影片的连结处 请建下方说明栏 不过 为了避免传递资讯 必会产生的落差 最好还是由你亲自 来阅读这本书 慢性焦虑 副标题是焦虑 是过往未曾处理的 生命创伤 优优独播剧场